今时社会大众对坚守岗位的布桃医护人员有非常多的鼓励 但是来看看这份鼓励 有些医护人员说他们无福销售真的是哭笑不得 为什么呢 因为有民众送上的是500颗的凤梨酥 好 当然就是希望让他们吃一些甜点 不过医护人员就说了 在这个医护行业他们很怕凤梨 台语叫嗡来 所以他们不是做生意的 他们希望大家都平平安安 所以不要生意好 也因此送上这样的凤梨酥 掀起了他们的禁忌 在网络也掀起话题 超大货柜车开进医院 435箱情小用品 得出动推车一箱一箱的班 来自各地的善心物资天天涌入不逃 像是衣材 便当 暖暖包都有 但最近善心民众送来两箱物资 恐怕也让医护们吓了一跳 附上亲笔字条 一位署名来自新店的黄先生 送上两箱共500个台湾土凤梨酥 还写下对医护人员的感谢 希望医护们吃了凤梨酥 能元气大增 但其实因为凤梨酥谐音是忘来 就怕病患案件量暴增 也让医护人员进而远局 大家晚上的服务量 病人的服务量会比较大 那就可能用这些嘲讽说 你是不是昨天晚上 妈妈帮你做的芒果 凤梨是不是全部都吃下去 所以我们才会这么的忘 无意间触犯忘来禁忌 医师也透露院内食物迷思 不止凤梨而已 像是芒果 谐音很盲的意思 还有每日C果汁 象征CPR病患接不完 还有鸭胸 谐音是鸭胸 对于部分医护来说 都是不好的兆头 那我们就会说 这个病房不乖 怎么办 我们希望乖一点 所以我们就会 有个自我安慰的作用 买那个乖乖 而且还会只允许 买那种绿灯的乖乖 把它镇守在病房的护理站 民众一番好意 却不小心触犯了 医院送礼禁忌 掀起网路讨论 医师也帮忙缓家 呼吁民众理行看待 其实觉得凤梨酥母汤的 可不只有医护行业 还包括了消防员 他们也好怕 因为一旦他们工作很忙 就代表民众不安 所以对他们的行业来说 这样的凤梨酥 当然就是禁忌 不过也有人跳出来辩护说 其实这样的民信 早就破除了 早在2010年 当时在民雄的大理医院 就做过了相关的统计研究 发现说有吃凤梨酥 跟没吃凤梨酥的 其实急诊的次数 根本没有差异 不过还是有些行业 就是有这些送礼禁忌 带你来看 民众应援部 逃医院医护人员 送上各种物资 但是近期有民众送上两大箱 整整五百个凤梨酥 引起众人惊呼 因为凤梨凤梨酥 对医护来说 可是禁忌礼品 像社工啊或是医院 凤梨啦 他们不喜欢烧凤梨 就是因为他忘了这个原因 然后他当然不希望大家多生病 不止医护人员不爱 就连锦销记者都对凤梨 凤梨酥等相关产品 有点怕怕的 凤梨酥又叫忘来 一吃下肚工作量恐怕就会暴增 嘉义市消防局救灾救护指挥科队长 过去就曾在脸书上打卡吃凤梨酥 说为了破除迷信 一周内如果发生火灾 就要吃素一年 结果就在隔天 真的发生主容意外 消防队大呼 真的要有一些信仰在 但关于凤梨禁忌 过去大令慈悸医院就曾做过实验 2007年到2010年之间 整整1461天 有吃凤梨和没吃凤梨的值班医师 突然被急诊召回的次数 平均下来并没有比较多 用四年统计数据证明 真的没有差 有吃凤梨跟没吃凤梨 基本上是没什么影响 我们自己医院有种凤梨田 而且这边民雄 事实上生产凤梨非常非常多 所以在凤梨季的时候 事实上我们急诊也是经常在吃凤梨 医护笑着说觉得没差 但各行各业饮食禁忌真的很多 像是医护值班时会避开肌肉 因为害怕击杯狗跳 还有警戒也机会花生 花生糖相关产品 因为怕会有很多刑案发生 送离多留意才能送到新坎里